北京这不值得去的两个景点 的确都是高价地摊货 一不小心就动招 大家好 我是分享旅游钢货的小熊 今天接着上一期的视频 跟大家分享 北京这不值得去的两个景点 喜欢的朋友可以收藏起来 避免下次去北京踩坑 第一个 南楼古巷 南楼古巷 是北京非常著名的一条胡同 位于北京中轴县东侧的交道口地区 北起古楼东大街 南至蒂安门东大街 是北京这古老的街区之一 距今有740多年的历史 南楼古巷如今是一区三雷级旅游景区 是我国完整的保存着 元代胡同院落基里 规模最大 品级最高 资源丰富的棋盘式传统民居区 也是最富有老北京风情的街巷 而如今随着慕名前来的游客越来越多 整个南楼古巷 商业气氛非常的浓厚 谁去都是卖小吃和纪念品的商饭 这里的小吃又贵还不好吃 而这里的纪念品大多都是地摊货 但价格却要比外面贵上好几倍 而且各种坑克宰克的现象平区 反正这个地方不是很推荐大家来 就是一个非常普通的商业街 第二个 前门大街 前门大街是北京非常著名的商业街 位于京城东独县 北起前门月亮湾 南至天桥路口 与天桥南大街相连 明家境29年建外城前 是皇帝驱城赴天坛三川坛的御路 建外城后 为外城局要南北街道 大街长845米 宽20米 平清至民国时期 称镇阳门大街 1965年正式定名为前门大街 前门大街经过多年的改造后 早已失去了老北极的味道 而一排排的仿古建筑 仿佛在告诉你 这是一条充满历史故事的古街 如今的前门大街 随去都是售卖各种古玩的古董店 虽然看起来很高档 但是不了解这方面的游客 很容易被商家忽悠 最后可能花高价买了个地摊货 所以前门大街这个地方 如果你有时间的话 可以来逛一逛 但是千万要记住 不要消费 不要购物 其实如今在我们国内旅游 像北京这种类似的坑克宰克现象 很多地方都时有发生 作为旅游者 我们可能改变不了现状 但是我们可以提高警惕 多留一个心眼 在我们尽兴游玩的时候 也要保护好自己的钱包 别让这些坑克宰克的事情 影响了我们的好心情 好 今天的视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小型的视频 帮忙加个关注 点个赞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